大家好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有了大麻烦 他会不会因此垮台吗 今天我们就跟你来说说这件事情的始末 先看这张查图吧 安倍的鼻子是越来越长 显然他似乎一直在说谎 说什么谎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安倍说的是哪一件的大谎言 而且这谎言可不可能正在陆续被拆穿 甚至最后造成他的倒台呢 这事情在说之前 我们先要来告诉您 安倍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治出身 当然他的父亲非常显赫 他的这个曾祖父那一家也非常显赫 他本身是属于日本的右派团体 日本的右派就是他们一直认为 日本如今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 日本应该恢复过去的光荣岁月 因此他们主张日本应该重新修改宪法 有人称呼这些人就是军国主义的翻身 但不管怎么样 最后他们成功地把安倍推上了手上的温子 安倍开始推动一大堆的右派的激烈政策 包括最主要修改宪法 重新恢复军队等等 这一切一切事情当然都在发展当中 当初抬教的一个团体当中 有一个叫做森友学园 森友学园就是一个右派团体 他们不仅鼓吹政治理念 甚至认为应该干学校 办学 编自己的教材 让日本的下一代 重新接受新的政治教育 让他们知道过去的军国主义多辉煌 干学校总要有校舍总要有土地吧 森友学院的理事长叫做龙池太典 这个人很有趣 一定要记得 他就开始到处找关系 据说他跟安倍的家族也是好友 最后他找到了安倍的太太 安倍昭惠 安倍昭惠一向对老公的事业非常参与 而且非常独立作业 而且非常活跃 他不是一个躲在家庭里面的 做一个太太就好 据说这个昭惠就跟龙池太典 他们发展出了一个所谓的合作关系 龙池太典要找地 安倍昭惠就帮他的忙 最后龙池太典在大阪找到一块国有土地 看这块土地蛮贵的 于是据说安倍昭惠就开始到处找关系 帮他说情 甚至去这块土地参观 帮他来做见证 甚至成为了这所未来学校的荣誉校长 有人说甚至学校命名叫做 安倍纪念小学荒不荒唐 但不管怎么样 整个轴向富人出面 终于似乎得到了效果 这块土地最后是先租 后来就真的卖给了生有学员 但问题是 买土地当然就是主要付钱 但也不能太离谱 最后生有学员拿到的这块土地的价值 竟然是市价的14% 换言之 十分之一的钱就拿到了这块这么好的地点 你说这里面会可能没有问题吗 当然是绝对有问题 而且可能是黑幕重重 但整个事情没有爆发 直到去年的2017年的2月 日本的大媒体朝日新闻灯出这个消息 划一块土地 国土 贱卖到这种程度 而且扯出了跟安倍昭惠首相夫人 就卷在里面 这下子日本举国华人 反对党立刻纷纷要求 安倍的太太在国会来作证 来说明究竟她参与到什么程度 日本媒体天天追 安倍被逼急地说 只要这个事件查出 他跟他太太有关联 他立刻辞职 这下子日本反对党更有兴趣 但安倍很聪明 他这时候开始利用种种的外在情势 包括了这时候你记不记得北韩爆发了整个的危机 跟美国金库打起来 安倍就以国家安全之名 在去年9月重新解散国会来个大选 最后他以国家安全之名赢得了举国的支持 自民党在国会赢得了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 他重新恢复首相宝座 案子该过去的话 不见得 因为就在安倍声称要辞职 以及准备改选的 去年4月到6月之间 有人在偷偷摸摸干事情 谁呢 就是负责卖土地的日本财务省 跟地方官员 开始有人在篡改文件 把当初这些买卖土地文件当中 有任何设计官员的名字都给涂掉 可能是保护主子吧 或者是因为有人受益 但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当时没人知道 大选之后 反对党势力虽弱 但他们可没有忘掉这些丑闻 于是一再追日本的财务省 要把当初这块土地 贱卖的文件交出来 你总要让我看看 是怎么经过审核程序的吧 日本财务省先问说 没这个文件 后来说有了 然后说可以公布 但是还没拿出来的时候 就在今年的3月2号 记不记得 前一次公布这个丑闻的 日本昭日新闻 又来了一项 不知道他们哪来的消息 日本昭日新闻报道说 的确有文件不说 而且这个文件 已经经过了大规模的篡改 总共有200多处被人修改 被修改的都是那些官员 或官说者的名字 哇 这等于日本的官员 不仅的是密宣不见这个事情 而且甚至掩盖整个事情 已经从当初的所谓土地买卖丑闻 变成日本官员的贪污 或者是可能涉及贪污的弊案 这几乎跟美国当年的水门案一样 而且涉及说谎 这个新闻登出之后 隔了只有5天 3月7号 当初在大阪负责买卖这件土地的 一位地方基层官员 在家中自杀了 人命可怕这个事情更火爆了 送了一条命之后 这下可是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这名官员自杀之后的 再过了两天 3月9号 当初负责这件买卖的最高官员 如今已经高升为日本财务省国区厅 听到的左川辞职 表示这个事情真的是不得了的 就在辞职之后的12号 日本的财务省终于承认 媒体报道的 没错 是经过篡改 而且篡改的是有200多处文件 你看看 从3月2号 朝日新闻公布这事情 到3月12号 日本政府承认 十天之内 有人自杀 有官员辞职 有事情被揭露 这十天几乎翻箱倒柜的 整个把日本的政局 完全翻了个样 安倍首相 从原来的支持度50% 到如今 一下子掉到支持下30% 整个事情 还在酝酿当中 接下来 我们要告诉你 安倍会不会因为这个丑闻 到最后下来了 目前对他不利的 当初安倍想介意安身的 外在情势缓和了 北韩跟美国 可能会进行谈判 他不能再打国安牌 再来一次选举吧 第二个就是 安倍所推动的经济改革 没有看到效果 民众对他的信心跟耐性 已经在丧失 还有就是 民众进入这件事情 认为日本的官员 不能再被信任 要他下台的呼声 开始酝酿 而且越来越高 但就意味着 安倍就会辞职下台吗 恐怕也没那么快 你要知道 安倍已经干了六年的首相 他手下的确有很多人 而且这次 他的第二位的人手 就是等着接位的 日本的副首相麻生 如今也是兼任 日本的财务相 换言之 这个事情是财务省搞出来的 财务省的官员 如果真要负责 第一个下台应该是 那个副首相 你看日本的第一号人物 安倍首相卷在里面 日本第二号人物 麻生副首相也卷在里面 这两个人要有人倒下 另外一个大概也会跟着倒下 于是两人已经变成了生命共同体 只有他们互保 整个事情才可以延续下去 而且到目前日本的国会议员 虽然派系繁多 但多半还是控制在这两个人的手中 因此 9月份将是一个重要关键 因为日本与自民党的总裁 在9月要进行改选 安倍希望第三度的连任 只有自民党 也是最大国会政党的总裁或领导人 才能当日本的首相 如果9月 日本自民党的总裁改选 安倍落选 他就丧失了首相的位置 别人就要来当首相 但日本目前自民党内的派系虽多 还没有一个足够声望能力 能跟安倍挑战的人 而那个副首相呢 他本有可能 但如今自己也卷到丑闻里面 因此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 而敏感 安倍只要努力的现在 保住他整个的声势 拖到9月 让这些国会预言变成他的生命共同体 但是安倍有没有人想取而代之 当然也是有的 目前整个情势发展 就看出未来 还能不能够扯出 更多的内幕 跟不堪入幕的事情 目前日本的反对党 就要求在今年辞职的那位 国税厅长佐川要来作证 27号 就是很快就要到了 佐川将要到国会作证 他的证词将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万一他咬出了什么黑幕 所以有人是叫他来掩盖哲识 甚至指使人到达最高层的话 这下自民党的最高领导阶层就完了 因此未来的事态发展 就要看这个佐川的证词 以及未来的日本的反对党 能不能咬出更多的黑幕 这件事情到目前 显然是扯出了很多的官官相护 官商勾结 甚至滥用特权 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到目前还没有查出 任何的收费或受费的金钱往来的证据 而这一点来讲 道德上虽然已经注定有罪 但在财务上或者所谓的司法上 还是没有如意能够定安倍罪名证 安倍最后可以说 那是选民服务 或者官官相护 或者包括他自己太太在内周围的人 被不当利用了 那又怎么样 也许选民最后还是可能原谅 因此现在来说 安倍就会垮台 那真是有点言之过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